芒果产季到了尾声 现在有很多卖相不好的芒果 很多农民不知道该怎么办 玉里队长龚文俊表示说 公所会透过程层把关 把产业精致化 优化玉里的芒果产业 芒果的产季已经接近尾声了 现在有很多卖相不加芒果 许多农民不知道该怎么办 与队长龚文俊表示 公所会透过程层把关 把产业精致化 优化玉里的芒果产业 甚至买芒果酱 带回去做什么 早餐的时候可以加料用 所以这一块 我们这就是我们 在目前在办的最主要目的 玉里阵除了有好吃的臭豆腐 有好吃的玉里面 有好吃的冰 有好吃的烧鲜草 未来还怎么样 等待玉里好的芒果酱 好的布雷 好的吐司 可以到玉里来采购 公关区表示 如何让产业脱困于季节性的受服 能够让农产从铁料到铁料 变成产品 产品变成精品 精品变成礼品 也就是最近玉里阵公所在简化的三个步骤 第一个 要如何让我们的农产品优质化 第二个 要如何让我们的农产品小量化 要如何让我们的农产品能够常态化 为什么要有这三话 第一话 因为如果优质 大家买了以后 像我们乌超城乌代表朋友那么多 买了以后 他未来会讲 如果要买好的 为什么要买党业的 要买党业的对吧 因为 我们现在你去看看 我们不管是业文 不管是下血 程度 现在都超过17岛 玉里阵工作不仅在夏季时退出西瓜 玉里阵现在多了芒果 东文俊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 游客来到玉里阵 也会选择玉里的在地香甜芒果 记者高双双玉里阵采访报道